疗愈在这几年是非常热的名词和话题 动物持续疗愈大家 沙烏地阿拉伯 堪比五星级的旅馆是专门给骆驼住 每个晚上3000多台币 那么如果骆驼四主要增加安全人员 24小时守护 房价就要升到8000多台币 几乎等同台北军越酒店一晚的房价 英国是幼犬瑜伽 在宠物疗愈的课程中 瑜伽不是主角 课程当中到处爬的是六周的大狗才是重点 上过课的瑜伽学生 课后都有冲动 想把要价九万多一只的口袋恶霸犬带回家 在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亚德 一望无际的漫漫黄沙里 这一格格整齐围栏所组成的修气空间 不误对象不是人类而是骆驼 这间全球唯一一家骆驼酒店 有超过50名服务人员 全天候为骆驼住客提供各种五星级服务 包括准备草料与清洁排泄物 还会为骆驼披上衣物保暖 每晚的收费是107美元 大约3280元台币 但如果四族想要安排兽医检查 并且有安全人员全天候守护 房价就会增加到266美元 差不多8160元台币 这几乎等于在台北军越酒店 住一晚的房价 酒店还可以根据四主的需要 为骆驼提供温热牛奶 但每头骆驼得加收27美元 大约830元台币 尽管所价不低 但因为骆驼四主们 大多是从全球各地来到利亚德 参加每年12月到1月中 为期45天骆驼节的骆驼爱好者 为了在会场上拍下一只骆驼 可以毫不手软地 喊出上百万美元天价 对这些不差钱的四主来说 酒店价格是物有所值 沙漠里的骆驼 可以在专用酒店里得到最好的照顾 而在英国曼彻斯特的瑜伽教室里 这些仅有六周大的小狗狗们 则是抢下所有关注 这种属于宠物疗愈系活动的幼犬瑜伽 正在英国吹起旋风 他把瑜伽的身体放松 与狗狗带来的精神放松相互结合 一堂75分钟的幼犬瑜伽课 要价约29英镑 大约是1000台币出头 所有参与的狗狗都得是同一窝 通常会在5到12只之间 幼犬也都先接种相关疫苗 因此一般人自家养的狗狗 并不适合带来课上 幼犬瑜伽课上大多只会有 初级的瑜伽动作 所以适合各种程度的人来上课 但所有参加的学生都知道 瑜伽不是主角 这堂幼犬瑜伽课上的狗狗 是被称为狗中爱马仕的 口袋恶霸犬 每一只要价2500英镑 大约是9万2000元台币 不少学员上完课之后 就有想抱一只回家养的冲动 当然这些狗狗太小了 还没办法接受排便训练 所以总会有意外的时候 而对于正在清点动物总数的 伦敦动物园员员工来说 各种意外早就见怪不怪 园内总数达70多只的红宝企鹅 因为数量庞大 在清点上更为困难 工作人一面用食物当诱因 一面拿雷射笔 把鼠锅的企鹅 转移到别的区域 避免混淆 整个动物园内 从只有计算机按钮大小的铲除 到银背猩猩 或者濒临灭绝的苏门达拉湖 等大型动物 都得在每年初盘点这一天 计算清楚 看到这些超可爱的动物 在园区内开心玩雪 并且放松的生活 对饲养员来说再多的辛苦 也得到安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